哈囉 大家好 我是Juan The Red 我現在呢 仍來到台東 我才剛剛回到台灣 應該不到48小時吧 現在我就已經出現在台東 要來參加Challenge台灣的2024年 距離我上一次游泳 已經是去年的今天 就是去年的CT的這個時候 所以我這次的CT其實是 有點小擔心啦 只要游泳過關 後面兩項應該是可以完成吧 所以這次的目標希望天氣可以好一點 因為這幾天台東其實有點下雨 我現在身後就來台東游泳場 我們準備去裡面領取物資來報到一下 OK 我們就出發吧 鐵人 歡迎回家 哇 這份貼紙 這個是貼在單車上的 然後衣物轉換袋 還有安全帽 游泳轉換車 T1 T2 還有兩個紀念 哇 很多耶 第二個就是最重要的 我這次的號碼簿了 2946 2946 不好意思 這沒有晶片追蹤啦 所以大家看到的時候應該已經上了 還有最重要的是泳帽 我是7.55分組 是紫色的泳帽 OK 大概就是這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好 最重要的 晶片 就在這裡面 看一下 腳上的嗎 沒錯 這是在腳上的晶片 難怪他把它包得這麼緊 這個 我們有教練曾經參賽 都比完賽了才發現沒有別晶片 最後是沒有成績的 所以大家除了剛剛那些之外 記得你的晶片 從游泳單車跑步到終點 這都要綁在腳上 不要忘記了 我們今天才來 把鞋子放進去 因為昨天雨太大了 還好今天天氣還不錯 算是空氣 清新 但是有點風蠻大的 我把它放到後面好了 他們可能比較寬 給他們在前面 OK 我們準備下水 熱身完成 我們要去下水處了 出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你的家人 我們下一人來到台東 穿上去台灣的會場 今天是2024年的CT賽事 我這次挑戰的是113的組別 這次我就要來挑戰看看 我在上週剛完成倫敦馬拉松 身體有點疲勞的情況下 到底成績可以用什麼樣的狀態來完成 就讓我們熱身準備動一動 準備下水 還有20分鐘 7 6 5 4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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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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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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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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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辦法注意 我維持就很辛苦了 我維持就很辛苦了 加油 本人加油 出發 其實我的車 給我這個那麼快的感覺 我們開始騎車項目了 我剛剛的第一個游泳竟然游了47分鐘耶 好開心喔 我好像比去年的自己還快了一點 我的成績感覺上是比去年快 然後轉換區花比較久 大概花了13分鐘 現在開始騎車項目,90K 我剛剛已經完成了15公里 現在是16K 平之每5公里大概在8分30左右 還不錯喔 去城現在是順風 希望回來也可以保持差不多的風速狀況 我們已經過了20公里的水站 剛剛大概是35分 然後現在37分喔 20公里37分27 我剛剛拿了一罐水稍微降溫一下核心 還是有點熱 雖然看不到太陽 可是其實蠻濕熱的 那目前還在均速30的目標配速以內 加油 加油,還有7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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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補給完果膠了 我剛剛補給完果膠了 大概現在是40分鐘 第一次吃果膠的時間 我先喝了三大口 我的果膠水要在下車之前 把它全部喝完 37公里啦 下坡的時候 特別舒服 因為大家都好好休息 下坡的時候就是要衝一下 把慣性帶起來 不然等一下就要上坡 你又要很費力的踩 現在已經一個小時了 剛剛的上一個5K 7分50秒的下坡 非常爽 還剩下10公里就要折返了 但我的手好痠喔 太久沒有趴 手受不了了 太久沒有趴 太久 我等於到了 你們去買一家 我給你一個小時 我給他買一家 在買一家 你願意付錢 妳看 你沒錢 咱們在買一家 我們去買一家 我給你一家 我們去買一家 好 我去買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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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買 所以我們 eighth家 我去買一家 欸 你們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可以被拍得這麼帥嗎 因為我都是使用Insta360 X4 Insta360 X4全新上市 時隔兩年多終於來了 今天就來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X4有什麼更新的地方 我們先用外觀來看起 在你們看的左手邊這台X3 跟X4的大小是差了一點點 從側面看起來呢 X4也是相對於上一代再更厚實了一些 那螢幕呢 也從上一代的2.29吋升級到這一代的2.5吋 然後你看這個鏡頭的地方好像長得不太一樣 在鏡頭的外圍多加了這個原廠附贈的這個保護鏡 直接這樣就可以把它安裝上去 電池容量呢提升到了2290mAh 所以這次的拍攝總時間 可以來到了135分鐘 總共提升了67%這麼多 也很多人問我啊 平常騎車的時候 到底是如何架設自己的360相機 這個呢其實原廠有推出一個 像這樣的第三人稱自拍感 它就有一個Carbon碳纖維的往前延伸的這個自拍腳架 你只要這樣鎖上去 那拍攝過程中呢 相機會自動把這個桿子隱形掉 所以拍起來呢 就像是前面會有一個攝影師 一直在前面跟拍你的這種專業視角的畫面出現 當然啦 如果你像我這個手把 像是這個平把空力把 沒有辦法裝設這個原廠第三人稱自拍感的話 也沒關係 我可以推薦大家一個 是我自己在外面買的副廠 它就是用這樣拼接起來的一個自拍桿 你也會需要在馬跑座下方有這樣一個弓的頭 讓你可以直接把這個你的桿子這樣鎖上去 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是使用平把 就是空力把 沒有圓把可以鎖的話呢 就可以參考用這樣的方式來架設你自己的360相機 我們先來試試看 使用剛剛的騎車數據 合上我們剛剛的車表數據 喔 60針的時候 翻動作出來了 這就只有 5.7K 60針 只有這次的X4可以用到 剩下20公里 現在時間2小時07分 最後20K 這段開始比較多上上下下了 所以 其實 要稍微調整一下屁股 感覺快抽快抽的 所以我現在上坡的時候 都會站起來抽車 啊 你屁股還沒好 因為你上次坐飛機坐那麼久 還在黑車啦 都難到了 大伸直到黑車 大伸直到黑車 媽媽 跟人等進去 我寢教練 有個肌肉 十分 很久 有些細胞 遇到 最後三公里現在在中華大橋 這邊我會開始稍微調降強度 然後讓腳稍微準備轉換 因為有時候太用力一下車還是會抽筋 所以我這邊都會稍微輕鬆一點點 當然也是已經快沒力了 喝個水補充一下 今天為什麼會選用這雙POKA 因為我現在腿的狀態應該是近乎於零 沒有力的狀態 所以選一個最後最緩正最能幫忙的跑鞋 可能對我比較有幫助 所以我就選了這雙 HOLKA的SKYWARK X 等一下 你可不可以拿便當過來 你就不要再走來走去 等一下我的這個站的策略 就是大概目標 半馬兩個小時跑完 是我的目標 希望可以維持好 但我出發前 會稍微擦一下那個紫色要高 現在感覺 腿的前後側其實是有點 感覺微抽微抽的 我覺得倫敦馬的那個抽感 一樣的位置 現在在隱隱坐洞中 所以稍微讓它冰鎮一下 可能會比較好 而且現在其實已經是到 應該是12點了吧 好熱 我的策略一開始先慢一點 你就現在 這我的腳 真的沒信心 加油 低調一點 等一下要抽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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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 GO 轉彎區2 6分鐘 加油 加油 最後一個棒馬 第二K 五分三十八秒 五分三十八秒 兩公里 剛停下來試一下 差不多 我們的目標是半馬兩個小時就好 所以 五分四十以內 都是可以接受的 目前的時間 如果我可以在 兩個小時跑完 我的完賽時間大概在五小時五十分左右 算是有達標我自己的目標六小時內 但天氣很 備受考驗 看起來陰天 但很悶 我會飄雨但是不夠大 沒有降溫的效果 謝謝 信物 信物拿到了 第一個 113總共要拿兩個 第三公里 是六十六 我們已經完成了繞圈火水壺那一段 蠻熱的 但看著火水壺 我們剛剛這樣遊玩一點久 蠻不可思議的 現在大約是 五點 四公里 要往森林公園最底的地方 跑過去再折返出來 現在也算是 有一點點進入那種 心率控制範圍 大概一百六十一下 不能講太多話 維持差不多的狀態 太熱了 還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360相機我很喜歡的地方 有些地方其實是不能使用空拍機的 像我把這個自拍桿 三公尺的全部展開之後 拍起來就會有尾空拍的效果 比五它就會自動錄影 再來跟大家展示一個360很好玩的 也就是子彈時間的拍攝 它有一個這樣子彈時間的套組 旋轉 GO 你也可以到APP裡面的這個剪輯程式 然後選自動剪輯 點開之後呢 可以選定你剛剛拍攝的幾段畫面素材 這個時候呢 點開始 它就會幫你AI辨識 自動剪輯出一個適合你的highlight影片 所以你就可以用它這個自動剪輯功能 去微調片段 像剛剛可能有些畫面沒有對到我的人 或是有些畫面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這個效果 稍微微調之後 就可以快速輸出成一個完整的拍攝檔案 這功能 對於如果你用手機剪輯的人來講 超級方便 那如果你對於我們常常在拍攝使用的X4 有興趣的話 現在點選我的專屬連結 可以享有最快速到貨的這個服務喔 7公里 5分10秒 34分35 我們剛剛完成了10公里 49分50秒 還剩下最後11K 這一段開始比較厭世的馬哼哼大道 然後最後要回到鐵花村 加油最後11公里 沒關係我自己來謝謝 謝謝 可以借我這個 借我一下 借我一下 你又再接你 然後再給他自己喝 好 好 好 他就要去拿 他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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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不要帶一杯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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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忍了 10公里 想說不要讓我的腳撕掉 但是真的是太熱 熱到又感覺快抽筋了 所以必須要讓我的腳降溫一下 雙腿一直在那種微動微動 太久沒有在正中午跑步 更何況我上週還在6度的倫敦跑 我的肌肉 辛苦了 加油 我如果可以這樣跑完 現在這樣大概 完賽 535 比去年還快12分鐘 我心動了 我要維持 加油 加油 4分52 最後5K了 現在半馬 跑了 1小時21分 5公里 5公里 講不出話 我現在心臟很痛 剩4公里 9公里 5分16 這下最後2K 但我的手錶 感覺里程是 有稍微比較多的 大貨應該是有 感覺里程有多啦 反正半馬 跑完還沒有到終點 所以 我要再努力一下 不然就沒有辦法 5 3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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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 甩 啊 加油 最後啦 加油 最後一段了 太好了 鐵花村到了 我用力就抽筋了 加油 謝謝 教練加油 就好了 教練加油 教練加油 加油 教練加油 恭喜Sherry 謝謝 感謝 完成 完成 哇 好累耶 但今天天氣很棒 我覺得跟去年比起來舒服很多 那今天三項決哪一個在你的挑戰 然後是最舒服 應該會是游泳 因為我覺得游泳項目很涼爽 而且我竟然不小心破了我游泳最佳紀錄 掌聲恭喜給我們成員 恭喜 謝謝 完賽了耶 今年我的2024全然去台灣 竟然意外的破了我的113最佳成績 我在2022年是用 5小時48分完賽 2023年是5小時47分完賽 今年呢 5小時 欸 關掉了 再一次 今年呢 5小時37分16秒 但是我必須講 大家成績都進步了 我這個成績今年只有拿到分組第七名 然後我今年我自評啦 自評 因為其實我上一次游泳的時候 是去年的比賽 所以我已經整整一年沒有游泳的狀態下 我的成績跟去年只相差了一分鐘 去年又46分 今年又47分 但我覺得比較厲害的是我今年一整年 幾乎都是在訓練全馬為主 然後我的單車項目跟我的跑步項目 竟然兩個項目都進步了10分鐘 我單車這次呢 騎了兩個小時42分59秒 我的跑步 一小時48分18秒 整整的跟去年都相差了10分鐘以上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來練跑步界好了 跑步是運動之母 只要你跑步有變強了 其他項目會一起變強 我覺得真的有差 那個激勵啊 今年跑到後面 而且都沒有什麼抽筋的狀態 甚至我的轉換區 今年真的花了很久時間 在那邊慢慢插慢慢摩 想說今年目標6小時內就好 一不小心 欸等等太幣了 滴掉一點 好啦今年這個成績我覺得是非常滿意 對我來說 今年的天氣是幫了一個大忙 因為在游泳項目 其實上岸之後啊 第一個游泳沒有很冷 然後上岸之後 欸沒有太陽欸 然後一直就是 單車在去塵跟回塵 幾乎都有一小段都是順風 所以我自己就用了一點點 小聰明 在順風跟下坡的時候 都會稍微加快一點點 讓我的時速可以往上帶 但是瓦數 大概就維持100-120瓦 就可以騎到快50公里 那個時候就整個很有AERO的感覺 對於我的速度跟里程累積上面 幫助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算是我在單車項目有 比較技術性的 讓我省力一點點 然後曾經往前推進了一個很大的主音 那跑步項目呢 跟去年一樣 其實也是真的蠻熱的 因為大概12點才開賽 所以我自己在跑步項目的時候 其實還是去靈腳啊 去降溫 真的沒辦法不降溫 因為肌肉溫度一升高 就感覺快抽筋 所以我自己還是 善用了這個降溫的狀態 但我今年有加入了就是 電解錠 我這次有吃的那個UP的電解錠 還真的蠻不錯的 因為我自己大概一個小時吃一次 然後 我在後面 沒有太明顯覺得 真的有快抽筋的感覺 就我覺得吃了對於 就是電解質的流失蠻有幫助的 因為我其實這場比賽 沒什麼喝運動飲料 幾乎都只喝水或者是可樂 整體來講 我覺得對於我的成績非常滿意 那接下來呢 上半年的賽事也差不多就告一段落了啦 我自己接下來可能在下半年 六七月開始才會陸續再有一些比賽 所以上半年可能五月會稍微讓身體休息一下 因為連續兩週從上禮拜倫敦到這禮拜的CT 中間只休了六天時間 我覺得身體真的有點吃不消 必須要讓我身體好好保養 然後有一些舊傷的地方要稍微微修恢復一下 還是非常期待 在年底九月柏林馬拉松 十一月的紐約馬拉松 可以在成績上或是在作品上 再繼續有網上突破的可能 好啦 我是楊佳龍追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的2024CT之旅完成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